大家好,我是军师,系统讲解实战干货,带大家一起收割的军师 在前面视频中啊,我给大家讲过,任何一个技术指标呢,它都不是完美的 只有多种技术指标叠加在一起啊,它才能提高胜率 那么今天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组合指标的用法 记住这里啊,是组合指标的用法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我们先打开这个炒股软件啊 这个MACD指标,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对吧 都很熟悉,对吧,也就是这里啊 MACD呢,是一个背离指标 很多人炒股都经常用啊 大家都知道啊,当这根线上穿这根线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金叉,对不对 就是一个金叉,就是一个买点 那么当这个蓝线呢,下穿这个线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一个死叉,就是一个卖点,对不对 这是最基本的金叉和死叉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对吧 那么经验足一点的朋友呢,他也都知道啊 系统默认的这个MACD指标呢,它是非常滞后的 一般啊,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的参数啊 让这个MACD指标变得更加的灵敏啊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就是首先啊,双击这里啊 双击啊,MACD 把这个指标呢 我这里呢,我这里呢,是已经修改过的啊 我先恢复默认啊 默认的呢,是12,26和9,对不对 我把它改成 5 10 和5啊 点确定啊 就是这个5 10和5啊 这个数字啊,它不是固定的啊 是根据我自己的操作节奏呢 我自己修改出来的 修改过后的这个MACD指标呢 它的敏感程度啊 是比较适合我自己的操作节奏的啊 当然啊 如果你操作比较快 你操作跟得上 你也可以把这几个数字调得更小一点啊 让它变得更灵敏 如果你平时没有时间看盘 操作比较慢呢 你也可以把这几个数值调得大一点 调得没那么敏感啊 好 我们这里点确定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MACD变得比刚才灵敏了 对不对 但是啊 也正因为敏感很多 所以啊 这个金叉跟死叉呀 不断的出现 对不对 比如说这里 金叉死叉不断的出现 对吧 有一些地方啊 就会粘合在一起 比如说这里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需要我们叠加一个指标啊 叠加哪个指标呢 就是我们这个指标啊 BBI指标啊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BBI指标啊 那么这个BBI指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呀 是一个多空指标 我们口语化的称它为牛熊线啊 那么这个指标怎么看呢 意思就是说呀 当这个黑色线在紫色线的下方的时候 说明空头力量大于多头力量 个股呢 出于一个空头市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熊市啊 那么当这个黑色的线在紫色的线上方的时候呢 多头力量大于空头力量 也就是多头市场 我们称之为牛市啊 那么重点来了 这个MACD指标和这个BBI指标如何组合运用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如果你仅仅是参考这个MACD指标 那这一段你是根本就看不出来买点的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叠加了BBI指标之后呢 当这个黑色线在紫色线之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考虑啊 虽然说这一点是个金叉 这里你能买吗 对吧 这一点又可能是个金叉 这里你能买吗 对吧 但是当这个黑色线上穿紫色线的时候呢 这时再出现一个金叉 那这里我们是不是一个买点 对吧 通过这个例子呀 说明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呀 当这个BBI指标的黑色线处于这个紫色线下方的时候 说明该股处于一个熊市期 我们就不考虑这一类型的股票 只考虑黑色线在紫色线上方这一段啊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啊 随便举例啊 往下翻 比如说这个股票啊 黑线在紫线下方 我们一律不考虑 这里不管它出现多少金叉死叉 我们都不考虑 但是当黑线在紫色线上方的时候 这里 金叉 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入 这一波行情是不是可以吃的到 对吧 下方不考虑 上方 这里开始是上方 对吧 那么这里的金叉 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入 黑色线在紫色线上方 这里的金叉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买入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随便往下翻 随便找一个案例啊 这一段 虽然MACD出现金叉 但是黑色线在紫色线下方 我们就不能买入 那么当这个黑色线 在这个紫色线上方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这个金叉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买点 这个金叉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买点 对吧 好 我们再往下翻 这一段 黑线在紫色线下方 我们不考虑 在上方这一段 出现金叉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买点 对吧 下方我们不考虑 这里上方出现金叉 是不是又是我们的一个买点 对吧 这两个指标叠加起来 是不是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准确率 对吧 最后总结一下啊 就是MACD指标和BBI指标 叠加运用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准确率 其核心呢 就是BBI指标的黑线 在紫色线上方 当MACD出现金叉的时候 才是我们的一个买点 在下方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 类似的案例呢 有很多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动手去查找一下 看看军师说的这个组合技术指标 是不是非常的实用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军师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还是老规矩啊 录视频不易 看完的朋友呢 务必给军师点个赞 以表支持啊 有问题的朋友呢 也可以给军师留言 我看到之后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耐心的解答 好 谢谢大家 再见